穿著和上一次同一件綠色外套 來到台北地院開庭 他就是涉嫌在泰國 殺害台籍通緝犯的嫌犯之一 周姓男子 案發後他火速逃回台灣 被裁定30萬元交保 警方不滿提起抗告 高院發回北院重裁 5號晚上8點召開生涯庭 在泰國槍擊案發之後 泰國槍擊案目前一共是掌握到 有5名嫌犯其中泰籍女子 在案發之後在柬埔寨落網 另外還有3名共犯在逃 而這一名周姓男子 他似乎是擔心被泰國政府審理 也擔心被人尋仇 選擇回到台灣接受審判 不過他始終是否認說 他是開槍殺人的那一個 他是坦承他曾經出現在 案發和棄屍的現場 幫忙清理血跡 不過他的手機和電腦裡的對話 還有一些資料 卻是全部都刪光光 在上回審理的時候 他的說法必中就輕 當時法院是認為 他是主動回台 而且配合採證 基於比例原則是 沒有積壓的必要 如今重新召開金壓庭 恐怕下場會和上次有所不同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